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先生说 他们试了几次 车子都无法启动 只好联系了客服 金昌 宝湖 杭州 迷你4S店 把车子拖到了店里 并对车子做了检测 他有过任何的外地拆装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现在判定是这个汽车马达本身存在一些质量瑕疵 新车才提两个月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质量瑕疵呢 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质量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去分析出来 叶经理表示 他们的方案是根据厂家的保修政策 给王先生提供保修服务 也就是换个马达 王先生说 车子买来才两个月 公里数也不过三千多 更没出过事故 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心里不是滋味 你只要能给我保证 以后不出现问题 你再补偿我一点保养之类的 就问题解决了 那我相信包括媒体也好 就是未来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预估 回过来客户受到了一些赔偿要求 从心情上面我们理解 但是作为我们维修方来说 我们现在的工具就是保修 这是我们提供的一些 该我们提供的义务 包括我也额外说 你的交通损失我也提供给你 叶经理表示 车子维修期间 他们可以给王先生提供逮捕车 最后经过沟通 双方协商一致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者报道